春节期间忙着发福带跑行程 赖清德快全台跑透透 面对新国会要开议 赖清德选前承诺 就任后要到立院国情报告 在野党等着他支票兑现 更要求赖清德要急问急答 绝对不能只是单方面的报告而已 一定要包含是回答立法委员的提问 才能真正的回应民意 令炮轰在野党不能予局予求 更说急问急答是违宪 总统失去报告不是寻答 还说若一定要急问急答 叫南营先提修宪 绝对没有违宪的问题 因为宪法里面没有规定的事情 本来就很多 这就是要党团之间做协商 民进党他们认为说 不能用急问急答的方式 那我们就请教赖清德 过去你说了会到国会里面报告 难道就只是单纯的报告 不愿意去回应民意吗 去宪法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其实是实物先例 即使是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到立法院 他是按照总统的职责 在立法院做一问一答 有六位提出 房交当年李登辉时期 在国民大会的方式 接受国大代表综合询问 在综合答复 这模式在野党买不买单 赖清德既然喊出团结 不妨针对问答方式 与在野党沟通 尤其赖清德是双少数总统 更应该借这个机会 做一个全民总统 而非拘泥于政党色彩 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都要倾听民意 面对民意的检验 党团会做好最好的一个协商 实际对手侯友宜也喊话赖清德 要倾听民意面对检验 新国会将展开 三党不过半情况下 赖清德的新挑战 才正要开始 记得是红楼李玄 SNG小组台北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